寒映大世界来关心 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 有了新的攻击目标 宜君指示 要对真主党的金融据点发动攻击 以切断伊朗对真主党的金援 另一方面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川普通了电话 询问他对以色列该如何处理伊朗的硬件 而川普则表示 他的回答是 做自己想做的事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 一波接一波 以军宣布要攻击真主党的金融据点后 贝鲁特机场附近 随即冒出浓浓黑烟 情报显示 伊朗货币在叙利亚兑换成美超后 运抵黎巴嫩 作为真主党成员的薪水 并强化军事基础设施 以色列决定要断了真主党的金援 更令人关切的是 以色列会不会直接攻打伊朗 以及何时攻打 川普表示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针对如何处理伊朗一事 问他的意见 川普告诉他 做自己想做的事 外界好奇 纳坦雅胡没问拜登 没问贺锦丽 反而是问川普 难道是压保川普会胜选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强调 最后还是会根据 以色列的国家利益 做出决定 伊朗外长表示 以色列如果对伊朗发动攻击 将遭到伊朗果断回应 刘勇伟编毅 突然是在 contro塔里 ánh商码 当 gesagt 而 千万 星